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路政署運用新的鋪路物料 可以加快施工時間和更加耐用 林世雄發表網誌說 維修道路極具挑戰 他舉例說灣仔堅拿到天橋 日常使用率高 交通極為繁忙 每個星期只得三天臨時封路 若涉及巴士線 更只能在尾班車開出後才能開展 他說以往的石屎嬌冠 護養期需要至少十小時 路政署密識到新的納青物料 比以往的更加耐用 亦抗變形、抗老化和抗疲勞 這種新物料也擴展到其他道路維修